安播澳門市民日報澳盟 2023年2月1日 經濟建柱光旅客回升 座業界走出去引進來 眾眾預回復企業外顧額配合復甦 澳門中華總商會沉昨晚在 萬豪軒酒家舉行貴某年春明 行政長官賀一成和多位主要官員出席 中華總商會會長崔細昌子 將族團結帶領工商界支持和配合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助力經濟加快復甦 發揮中種廣東辦事處功能 助推業界走出去引進來 何一成抗例 中聯辦主任鄭新聰 外交部駐澳特派源流遣法 立法會主席高開言 中審法院院長沈浩輝等出席 崔細昌致辭時表示 隨著2023年1月8日國家發布實施優化內地和港澳人員往來措施 澳門經濟症有罪恢復 春節期間 特區政府推行新馬路任我行 金龍省私巡遊、花車巡遊、煙花匯演等一力列提震經濟舉措 令仿澳旅客量穩步回升 較政府預期更理想 市面重現繁榮復甦景象 全澳市民均感到曙光出現 工商界更熱切 期望特區政府盡快向中央 和國家民旅部等相關部委提出 全面恢復全國各省市旅行團來澳 以符合新形勢和廣大居民的恩切期盼 使各行各業受惠 他指出 這個亦帶來人手不足道致待客不周的情況 澳門作為旅遊休閒城市 是以服務業為主 希望特區政府按實際情況 對前期配合政府主動放棄外固額的商號 在請不到本地固員時 適時給予保護員放棄的外固額 從而為經濟逐步復甦提供更有力的支撐和有利條件 推動參與大灣區深合區高質建設 他繼續指 今年是澳門中華總商會成立110周年起慶之年 眾總將緊守百年中指 繼續團結帶領工商界支持 和配合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按照特區政府提振經濟 促進多元 輸解民困 防控疫情 穩健發展的施政總體方向 助力經濟加快復甦 與此同時 發揮好種種廣東辦事處的功能 助推業界走出去 引進來 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 和深合區的高質量建設 為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展 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作出更大貢獻 普寫具有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實踐的新華章 你收聽的是安波澳門 這個短片是由市民日報連同安波傳媒聯合推出 請關注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出發揮好秩序 對 餘 有